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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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8号 OK 好 今天是2022年2月28号 对我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一天 因为今天是风人馆的最后一集 今天是第71集 欢迎大家收看 由Many Cost Marketing为你冠名赞助的风人馆 今晚是第71集 也是最后一集的访谈 所以它特别有意义 也特别有感觉 因为这是一档有料有用有趣的访谈 你好 我是馆长蓝志峰 在开始之前跟大家线上的朋友打一打招呼 OK 大家晚上好 今天也是2月的最后一天 换言之 2022年我们已经走完了2个月 明天就是3月1号 今年也过得还相当快一下 感觉上2022年才迎来不久了 诶 怎么又到了 2月的最后一天呢 确实因为过去2个月发生太多大事件了 所以感觉上时间走得非常快 而这一期最后一集 我的嘉宾是我的老友 我的学长 我的前同事 黄伟毅 他曾经是媒体人 他是我在南洋商报的前同事 他是从媒体工作者换轨道 然后进入政坛工作 成为政治工作者 那么他在2018 2008 不是2018 2008年 大选前呢 他的感冒也是我的感冒 就是对北南 对北南 参加火箭 再会击 然后去拍明镜洞 然后并在308政治海啸的时候 赢得周一喜 之后呢就出任周一元 同时呢也是当时 宾州首长林冠英的政治秘书 所以他两重身份 周一元跟政治秘书 所以他深度参与宾州政府 跟宾州行政党的党政事务 来到2013年大选的时候呢 他就七州公国当选 当中的国会议员 那么2018年大选的时候 他就被割爱 然后来到去年2021年3月的 宾州火箭改选 那么他就落选出去 不过他依然留在火箭 而不像其他的这些 落选的一些候选人 比如说像黄泉安 像罗兴强 所以他就这一些人 这两个人就加入了 明信党加入了瓦里山 所以他现在继续留在火箭 所以他对宾州政局有他独特 以及深入的观点还有看法 所以欢迎韦翼 欢迎你做客风人馆 那么通常在开馆之前呢 我都会提醒我的嘉宾 你不要车大炮 不要说嘴炮 然后不讲客道 直接给我重点 所以我们先从一个比较软的东西开始 那么到后来我们才把焦点放在冰城 来靠近麦一点 之后才来重点聊冰城 因为冰城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 一个州属 同时也是行动党的堡垒 那么我们先来谈一谈柔佛周选 那州选之前呢就发生了很多候选人的这个争议 而不是冰州 然后柔佛周的行动党主席 刘震东 我们都认识 也是之前90年代末一起去reformacy的朋友 那么他的调兵潜将的这些部署呢 就引起了当地基层的这个不满 所以就有五人小 五人小组 并不是中央那个候选人的五人小组 就是五个据说当时会被割爱的 援任的州议员 那么最终打字的协议是去二留三 那么昨星期六 对26号的时候 柔佛周选也完成了提名 所以震东也竞选不令 那么简单来看你如何看待这一次行动党在柔佛周的调兵潜将 是不是出现了一些状况 其实这种状况是不是说可以避免的呢 我可以 像我之前讲的 这个排阵有点像是自杀式的排阵 为什么你会这样形容呢 因为我觉得说有很多是不符合逻辑的 包括有一些人选其实 我觉得放在不对的地方 今天最大的问题是 在疫情之下举行的周选 因为很多时候你是看不到战线 你甚至很多时候是跟影子打战的 你也未必能够有效的接触到你的选民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很多时候人家不会只是看党 人家也要看人选 所以很多 不会像以前这样 在上一届大选这样 大家只选党不选人 但是呢 这一次呢 大家会看党 当然也会看人 所以如果那些服务记录良好的议员 如果能够再回到原来的选区去上阵的话 无意中肯定多或多或少可以帮我们稳住 这些选区 不然的话我想呢 在这场战呢 要打下去的话呢 我看打了几天的话 我今天 我到今天为止 我看整个选情还是相当的低迷 所以呢这种选情低迷的情况呢 是相当不利的 就好像我们看这个永平选区就好了 永平选区马河派出的候选人 是在这个当地耕耘了12年的 走动了12年 但是我们派出的是从深奈空降过来的 正台冲 冲置 所以呢反正呢在这方面就相当的失窥 但是有火箭的这个精致招牌照住 但是乡情也是很重要的 地方上的人情还是很重要的 尤其在一个富州的地方 富州人的地方 我想呢或多或少相情 还是有很大的影响 当然如果你没有服务记录在当地 可以显示你的服务记录的话 那人家就会看我跟你比较熟 还是跟另外一个候选人比较熟 所以呢当然呢 所以这些都是比较吃力不讨好的情况 那当然也有一些失算的地方 比如讲利明达 利明达呢原本是没有打算要援任议员退下的 但是有人传错圣子 然后导致援任的候选人收错信息 那以为党要他退下 他就自行去宣布 他不打了 结果祷告这一分钟呢 找不到人选 可以撤回来的吧 宣布了的东西也难收回 收回了 变成好像你自己没有原则这样 所以呢导致最后呢 要放一个新人上阵 所以呢 往往都会比较吃亏了 那这当然 红冰的情况我觉得更不应该了 毕竟我觉得说 红冰也是 红冰我认识他很深跟你 应该跟你同一个时期认识他 大家都是血印世代 所以我们也知道 他这一路怎样走过来 当然呢 我觉得上一阶大选 害他去打 干掉他师父 我觉得是有点不仁不义的事情 但是呢今天呢 不仁不义也做了啦 但是如果你还要 但是更年了五年 你还要人家 把人抓下来的话 我觉得 这个也是一个很不好的安排 因为很多时候 就好像说这个 当然另外一点你还是要看 把言论的 议员换下来之后 换上去的是什么人 当然行动党要力捧马来人 要批捧一个马来女生 政治星宿 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东西 但是那个选区 适不适当 而且凭着这个马来候选人 他过去的言论 他对姚余文的言论 他对中文路牌的言论 很多是 反而是相当有争议性的 但是把它放在一个 华人较多的选区 是不是一个很恰当的做法 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的东西 总而言之我觉得 这种情况会导致整个 本来已经低迷的选情 会更加的低迷 甚至会导致更多的人 可能不出来投票 那在这种情况下 肯定的火箭的整个胜算 无疑会被拉低更多 甚至有一些悲观的看法 可能火箭是没有办法赢超过一半的议席 原本14席 甚至可能会输超过一半的议席 我想这个是 所有人必须关注的事情 当然也没有人想要像马刘甲这样 大家不出来投票 导致国政大胜 一面倒 但是呢 如果放对的候选人的话 无疑可以催出更多的选民出来投票 但是如果放错的候选人的话 导致更多人不出来投票的话 我想他反而会有反弹的效果 那么这个州主席刘振东 在最后一分钟才受到中央的指示 要他亲自参选 要领军 然后要带动大兴山的整体的军情 整体的这个事迹 那么这里呢 就发现到之前 当中央做这个决定之前 就是熟悉党内运作的人 都知道说当五姓龙 这一名的这个吴兴荣 对不起 听错他的名字 Wincent Wu 他发表了两则的这个贴文 那么就在党内引起很大的这个回响 那其实是不是说中央 我外人我先讲我自己的感觉 就是外人的感觉呢 就是这个东西好像是不妙了 那么为什么要出动到Wincent 来发表这一些谈话 因为外在的人 就是如果不熟悉行动党的话 可能对他不认识 也不熟悉 也不知道这一号人物 他在党内的这个深度参与党务 是非常的这个多年的 那么他发表的那两篇贴文 也很快的获得了震东的回应 但是他回应之后 对方又再发另外一个文 那么其实这一种做法 为什么不在党内的机制去解决呢 当然Wincent他也肯定知道说 以他的这个在党内的身份跟地位 发表这个脸书贴文 肯定会引起很多各种各样 甚至是负面的解读 是不是说党内的这个口通机制出现的问题 还是说要传达一种态度 要表达一种立场呢 我们该怎么去理解这东西 我想这个情况 可能跟3月20号的党选有关系吧 其实只是 不过现在他们面对的是周选 是3月12号的周选 不是3月20号的党选 对啊 但是可能就是借用周选来过招吧 因为大家当然最重要 还是要聘基层的支持票嘛 当然Wincent讲的东西 所以很大程度上当然是反映基层的心声 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不完全正确 因为大家都知道 行动党选候选人 有多少多少巴仙是有咨询 这个党基层的 都是五人小组决定 基本上是五人小组决定 州有州的五人小组 党中央有党中央的五人小组 而且党中央的五人小组 是可以bypass 可以反 可以什么 否决掉州五人小组的 推荐的名单 所以呢 回归现实 如果参与过行动党 尤其像他这样生成的 不可能不知道 但是他为什么会发表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 可能是他跟郑东哥人的恩怨 或者是可能呢 当然可能是为 3月20号的党选 预先过招 但是呢 我想呢 最重要当时的确 基层有很大程度的反弹 那这个反弹呢 又没有获得州主席 州的五人小组 愿意去聆听 所以呢 在没有更好的管道的情况之下 可能呢 社交媒体变成 一个可以可行的管道啦 但是如果看回去去年的 柔佛行动党的党选 郑东的派系就是当选派 获得大胜啊 然后红兵被刷下来 然后原本排第四高的 Burgananas的州 原任的州议员杨敦祥 也是调车尾 所以整体上来说 郑东跟他的这个当选派 应该获得党员的这个支持 为什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因为调兵潜将 因为州选的这个部署 出现这么大的一个落差 是不是说 党基层不了解 郑东的一番苦心 还是其他人有其他的这个算盘呢 根据你的了解 当然去年的柔佛州的州委改选 郑东能够获得压倒金的胜利 当然很多很大程度上是林季祥 公开为他拉票 公开为他助选 甚至亲自来到柔佛 去走东基层来帮他拉票 当然最后当然我 其实这个不满的情绪 其实这个不满的情绪 之前已经存在 即使在周旋的时候是存在的 人家支持 但是刘正东还有他的阵营的人马 是因为老大开口 老大林季祥开口 老大开口的话 当然呢 基层不敢造次了 但是呢 但是刘正东的作风 我想柔佛州的基层都相当清楚的 当然呢 这次的州选呢 反而把整个东西浮上来 让大家看得更明显 我想呢 最重要是没有一个很好的沟通 甚至呢 可能也没有跟候选人很好的沟通 我想呢 如果呢 党领袖可以跟候选人 如果 原认的议员 如果你要把它换下来都好 好好的沟通 我想大家可以接受的 但是呢 那很多时候没有沟通 第二点也不告诉你 为什么你被换下来 也不需要给你知道任何的原因 能给你知道的原因都不是原因 我想呢 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吧 那么 星期六提名到现在 星期一晚上 就是过了两天 根据你的这个观察 以及过去你 两届深度参与 周选跟这个国选 基层的情绪是不是很快的会随着提名之后 一切尘埃落定 然后呢 就开始投入竞选的工作 而不是像其他的政党 特别是马娃 会有关行动室 然后扯后腿 之前呢 是可以买机票去其他国家 去其他地方 然后整个行动室就关掉 那么行动党应该没有这一种文化吧 新动党的基层还好在这里就是说 即使之前的提名前的一些不满 但是一旦陈埃落定之后 大家还是会归队 大家还是会团结一致 枪口对外 当然呢 我想大家当然也不希望说 因为我们基层里面的一些分裂分歧 导致党输掉 本来已经赢得的议席 我想大家都有这一个公司 即使再不满都好 我想呢 大家可能会等到3月20号才来解决吧 OK 等下我们就聊一聊3月20号的这个党选的 你也是其中一个候选人对不对 我还是 OK 好 那么 聊完行动党的这个内部的一些分歧 然后我也相信说 行动党的大部分的党员都比较是忠诚的 就算有不满的话 就是3月20号到时才来扁 那么现在呢 就确保我觉得候选人能够能够胜出 那么刚才你有提到说 14席可能会输掉一半 那么综合之前的一些报导跟一些分析 普遍上的感觉呢 就是行动党会丢失 4到5个亿席左右 那么你觉得说 这种计算方式 或者是这种评估是合理的吗 还是说离地 那么甚至有提到有点名说 哪一些亿席可能会输掉 当然我之前有跟一些柔佛基层有联系的 得到他们的反馈是说 当然最好的情况是输掉4、5席 当然最坏的情况是赢4、5席 所以这个情况 这两个情况 输4、5席 或者是赢4、5席 对 所以就要看整个选情打得如何 当然 我想最吃亏的这一次还是外地的选民 特别是在新加坡工作的那些月地族没有回来投票 我相信很多时候不太可能会回来投票 而且VDL有很大的限制 一天可以允许多少人月提 所以加上邮寄选票 当然 到底有多少人 多少人登记 这个还是一个很关键的 我们所掌握到的数据好像不是很乐观 当然 选委会好像还没有公布 到底有多少人登记 那么 其中有几个被点名的可能会丢失的 就包括了 刚才有提到的 永平 然后 Bergananas 然后听说 Berling也是 Berling 但是我看起来 当然我必须有个Disclaimer 我还没有到Rofov去跑 提名到现在没有到Rofov去跑 所以都是纸上谈兵 也是一家之眼仅供参考 就是如果看回Berling的这个整体的 选民结构的话 华人占稍微多 应该是42% 然后其他的马来人也是整40%左右 所以他又是属于大兴山的 这个其中一个州议席 那么对在野阵线不只是对行动党 不只是对郑东有利 其实对整个氛围也是有利 所以对领军人物 郑东来说 Berling应该是相对的安全吧 当然 如果不相对安全的话 他刘正宗也不可能选那个地方上阵 因为刘正宗已经不可能再承受第二次的落选 上次大选已经输了一次 他这次如果再输的话 政治上也 也暗淡 前景暗淡 我相信他已经经过一番计算 然后在最 在所有的考量之下 最后选择在Berling上阵 当然Berling的前任议员的 服务表现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当然 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说 原认的Berling的议员 有公开去为现任的候选人去拿票 所以反正他自己 虽然已经不算是他的选区 但是选区有谁在什么 他还是去看 还把这个东西放在Facebook上面 当然是不是有另外的 要表达另外的一些议讯息 我们就不懂 但是我想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看到原认的议员 有公开站出来为刘正东拉票 所以这个肯定会引起一些 不只是基层 更是在选民群中 会有一些发酵的作用 所以当然大家都知道 刘正东是像 其实以我们对刘正东的认识 从2008年到 那个时候已经 他们每次都讲 他是不打周一席的 当然 但是这一次不懂 这一次是中央有这个要求 有这个指示 所以陈东本身的说法也是这样 他接受中文媒体联访 所以也是说 这是中央指示 所以他在最后一分钟 才获执要上这 所以能够调整的选区不多 所以就选了Berling 当然呢 当然因为另外一方面可能是性格问题 当然他不是那种 很落力的去耕耘选区 去为选民服务的那种 他是高 他是问证高调问证的那种 但是不是在地耕耘 积极服务选民的那种 所以他是不同类型的议员 所以呢这方面呢 如果你去打州的话 人民对你的 expectation肯定是不一样的 他们是要那种随传随到 随传随到 甚至半夜 半夜火灾水灾 他们也希望他们的议员可以到场 即使呢你也救不了火 你也不能让水马上退去 但是他们就是希望看到他的议员在场 总之有在场 好过没有在场 甚至可能呢 是不是有选民的老婆要生产 是不是也要议员第一时间到场 我想送他们去医院呢 这个可能也可能会曾经出现过的 对对对 因为州议员的这个工作范围跟国会议员不同 国会议员的是在议会厅内议证 当然州议员也需要在州议会里面议证 只是一个叫DUN 一个叫Baliman 是两者不同而已 不过从郑东一开始 他入政坛 他的定位就非常明确 他就不走服务型的路线 就走政策型的路线 那么我觉得说 我们也需要不同的议员 只不过 目前这个时候 他竞选州议席 对他来说 确实有一点的考验 我觉得说在这个时刻 可能就是说 你在这一个岗位 在这个时刻 那么你就有这个任务 而你身为州主席的话 就要扛起来 所以就看接下来他的这个部署 以及他的拜票的这种方式是什么 刚才你提到说原人的州议员 就是州议没有公开站出来 反而红兵有帮Marina 拉票有去介绍 将Marina介绍给Skudai的这个选民 说这个就是新的候选人 你不要支持我了 我没有竞选 你把对我的支持转为对Marina的支持 所以他的那个释放出来的讯息是相当正面 也相当积极的 那么除了这个Berlin之外 你觉得还有哪一些议席是行动党 较为危险的 还有一个地方当然是Berlin之外 但是Berlin之外 但是Berlin之外的表现不错哦 他真的是很努力 在马来选区也有一定的这个 号召力哦 但是在四角站的情况下 是就比较吃力一点 这方面可能我们就 这个是我们根据他的分析 当然呢 我会在这个时间 我会专程去Berlin之外 去协助他住选 当然我们也希望 我们都是我们那个年代的 全时代出生的朋友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 也是公大 周一豪是公大 敦相是公大 宏兵也是公大 都是同一个年代的朋友 我也是公大 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些朋友 可以在大选过关 过关了 所以祝他一笔之力 那么除了Berlin之外 柔北方面 看起来好像只有永平比较危险 其他地方都好像可以低空飞过 希望如此 希望如此 之前我问一些柔佛州的朋友 他说最坏最坏的情况 应该是回到2008年 就是行动党当时拿下多少议席 可能就是那种情况而已 应该是不会少过2008 如果成绩比2008更糟糕的话 那么其实不仅仅是柔佛行动党 不仅仅是周祖系的个人声望受影响 反而是整体的火箭的气势都会受影响 就肯定 那么我觉得以目前为止 当然还有十多天的竞选期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 行动党应该还能够保得住 比2008年更好一点点的这个成绩 还不至于跌到2008年的那个水平 更不会说跌破2008年的这个水平 如果跌到是2008年的那个水平的话 其实也是敲响了 火箭的这个全国的这个警钟就是 延续马六甲 然后萨拉越 那么再到柔佛 当然这个我们还不知道 等到3月12号晚上 票箱开了之后 我们才知道 所以来谈一谈 穆达 西蒙跟穆达到底是什么关系 其实我们 民众看起来物理看 真的不晓得说西蒙跟穆达有什么关系 那么我的感受就是 西蒙跟穆达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是公正党跟穆达的关系 以及行动党跟曾经党跟穆达的关系 反而不是整个西蒙 跟穆达的关系 现在穆达要处理的是 跟行动党跟曾经党的关系 以及跟公正党的关系 那么这一种 这一种关系 因为传达一个西蒙不团结 或者是西蒙的大帐篷 出现了一个漏洞 而这个漏洞叫做Lukin 因为Lukin 穆达跟公正党对着干 对 那么你自己的观察 还有继承 如果继承 我相信你那边也有很多的支持者 跟朋友 他们给你的feedback是什么 我觉得当然 第一点 穆达是第一次竞选 第一次或者注册后 第一次以他的政党竞选 所以呢 他的实力是有该考验的 当然最重要是说 当然 大家其实这一次在试探的 就是18岁的选民 他们的去向如何 所以大家其实在试探这一块 所以呢 西蒙当然 里面当然也想 也想要争取18岁这一块 当然 大家也 所以呢 他们尝试要 跟Muda一起配合 Muda一起配合 来 借这个机会 赢得更多18岁选民的支持 当然 在公正党方面可能呢 有一些 可能向来公正党大家都知道 他们要竞选很多议席 虽然没有办法赢得很多议席 但是每一次竞选 他们都要赢 竞选很多的议席 然后 当然呢 他们也不想把这个议席 各让出去 给Muda 所以才出现了这个Lukin 重跌的一个情况 当然呢 我想呢 不管怎样都好 当然 回到Lukin的情况 到底 西蒙 其他陈兴党应该支持谁的问题 我想 包括陈兴党跟 行动党之间都有分裂 而且那个分裂是 很明显的 这点呢 我真的是要佩服 陈兴党 真的是对行动党有点失望 陈兴党 他的这个 他的通讯局主任 就是Kalishama 讲得很清楚的 我们已经跟这个 西蒙结盟了 然后议席分配已经谈妥了 那么你Muda就上这 你Muda的地方 然后这个Lukin 既然已经分配给公正党的话 就应该是公正党上 然后我们会支持公正党 反而行动党秘书奖 林冠林的说法 就磨灵两个 我们是支持比较有胜算 他的原意就是说 支持那个最能够打倒国阵的候选人 所以这个讲了 其实坦白讲等于没有讲 如果我是火箭的党员 我都不懂我老大 传达什么信息 我到底要去支持公正党呢 还是支持Muda 其实这一点 我明白说有些时候 模糊是一种战略 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模糊它不是一种战略 它会传达一个错误的讯息 它会让下面的党员或者是基层 无所适从 同时也会开放 让大家各自权势 所以在这个时候 模糊它不是战略 可能其他领袖觉得说 这个时候是模糊战略 不然的话就是play safe 就是两边都不得罪 OK 蔡莎迪 Muda 你本事你去争取咯 安华公正党那边 你有本事你就去争取咯 那么我就顾好我14个选区 但是这种情况 结盟的时候 那个立场就要表达清楚 而不是以模糊的方式 那么过去确实行动了很多时候 用模糊的方式来带过 这点我不赞同 用模糊的方式 因为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你又怎样确定谁是最有胜算的 对 Muda 也是第一次竞选 没有人敢打包担说它是最有胜算的 公正党也会讲它是最有胜算的 但是你要明白 谁是你的盟友 你的Muda跟你的关系是西蒙嘉义 但是它不是属于西蒙的成员党 你应该先关注的是西蒙的成员党 那些跟你出身共死的人 那些你应该去帮他 而不是为了Muda Muda有可能会有胜算 所以我们就帮他 但是你可能就这样子就等于说 背叛了你自己的朋友 我觉得这个是不应该鼓吹的做法 OK好 那么这里 争取一点时间跟网友打招呼 OK 修来兵 OK 林修好 修来兵讲说最好PKR吃鸡蛋 那么其实我在其他的一些platform做直播者分享的时候 确实看到很多网民对公正党对PKR有怨言 而且这个怨言越来越强烈 包括对安华的这个不满 确实是可以从网民们的这个反应可以看到 那么还有林修好就讲说 没有乌晨豪医生出战火箭吃蛋也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OK那么我觉得说这个我就读出来了 不需要特别的回应 除非唯一你有不同的这个看法 还有修来兵就说如果这次的战绩不好 刘正东应该辞去周主席的职位 所以这个我就觉得说还有点早了 因为还有3月20号的这个党选 然后OK 我修来兵都有一些看法 OK 李建林 OK 欢迎你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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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等 OK好 来 刚才提到了Muda 那么你会不会认为Muda在这一次胃口比较大了一点呢 还是他们真的认为他们很有胜算 当然我觉得他可能对自己太有点信心爆棚 毕竟还是要经过选战的心理才能确定你能走到哪里 因为我们看到Muda可能有很多菜桌的生面孔 有很多连政治经验都没有的 因为你作为一个候选人当然呢 不是说只靠专业 靠专业或者靠形象你就可以赢得选战 因为真正还是你宣传做得再好的好 最后选战还是要靠步兵去工程的 所以呢你不能只是靠轰炸机 所以尤其在这个疫情 疫情当下所举行的选举呢 如何接触到每一个选民 是相当挑战性的东西 甚至网上的民意 网上的反应也不代表是 并不代表一定是你的选民 他来参与你 他来支持你 他来听你演讲都好 他未必是你的选民 所以你反而很大程度上 你能如何把你的讯息传达到每一个选民耳中 手中 传达到他手中 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 甚至很多时候我可以讲是跟影子在打仗 所以呢Muda当然 当然如果是一些可能呢 西门成员党自己也没有信心可以供下的议席 你要交给Muda去打的话 我觉得无妨 给他们去试试嘛 不过我觉得说公正党那边的说法呢 就是说Muda你要拿A级的选区 就是Winable的议席 你也要承担一些比如说在乡区 就是骨头的选区 就是说不能够胜的 那么你才能够 你才有更大的这个底气说 你是代表全体人民 而不是把你的选区竞选的议席 专注在城市地区 所以这是公正党 我跟几个公正党的朋友 谈起的时候 他们都认为说可以 你目标你可以拿有胜算的这个议席 这是没有问题 然后行动党跟诚信党 也已经分配给你不错的一些A级 比如说这个不吹往下邮警证 还有其他的议席 那么你现在不能够说我只要竞选A级的选区 那么骨头选区 那些包输的选区 比如说公正党竞选的一些乡区 Felda选区 那么这些我完全都不碰 所以公正党会认为说这样对他们不公平 不过因为公正党在过去几年 特别是2020年这个喜爱登政 面对当安华奖 他有strong formidable convincing number 之后公正党的形象就一直插水 所以在这个课题上 在议席分配的课题上 我觉得说某种程度上 我会同情公正党 因为过去他的这个形象导致 他在这一个课题上 他跟Muda一起重叠的课题上 他处在劣势 那么Muda反而是因为塞沙迪本身 因为年轻人再加上过去支持西蒙的人 对西蒙的领袖的嘴脸已经很失望了 所以现在突然之间感觉上 有Muda有年轻人 对了30多岁 虽然不知道他们能不能 但至少有个新面孔 我有一个新的政治的想象 所以他们会倾向与同情Muda 然后支持他 认为应该要给这些人机会 就算你给他多一点 有胜算的一些也无所谓 反正你公正党都已经是过去 已经证明了你的形象不是很好 然后你的党又很多的这些内斗 所以他的前因后果加起来 公正党就叩了 福建华讲 没有办法 因为你过去的东西做不好 就算这一次道理 情在你那一边 民众还是觉得说你公正党太过贪心了 你不照顾一个小弟 这小弟在外面的这个形象不错吗 给他一点机会 那么小弟也觉得说 对啊 外面的人真的对我有很高的期待 认为我能够估计 所以你们让多一点 A级的选区给我 所以这个东西一出现之后 对Muda来讲说 他形象也有一点受损 那么形象受损最严重的反而是公正党 那么行动党跟诚信党基本上已经解决了 因为这个六个议席已经分配给你们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 我就好好打我的这个选区 就是我行动党就14个 那么Amana就20个 那么你公正党你就20个 所以他的感觉是这样啊 你有什么补充吗 我觉得当然从公正党角度来看是没有错的 政治上没有 你打一场选战 你不可能永远等榴莲从天上掉下来的 你一定要去闯 你一定要去面对 而且年轻人你有本事去闯啊 你更应该比那些上了年级的更加勇敢啊 即使是危险区 明知山有虎 偏向五虎三星啊 所以我觉得说 你不能说我全部要A级的 你要ABC都拿的 所以呢 闯出来赢了 你反而那个成就感更大 但是你如果拿安全区的话 你赢了 我觉得对目的来讲 长远来讲也不是一件好事来的 那么你觉得说这一次 3月12号出来的成绩 西蒙大概会处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会不会是最好 我觉得最好的情况就是2018年的这个成绩 很难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下很难超越2018年的成绩 那么最好我们就以ABC三种情况来做比例吧 A呢就是2018年的情况 B呢就是2013年的情况 C呢就是2008年的情况 那么你觉得根据目前呢 当然还会有变化 根据目前的情况就是说 假如明天是投票日的话 西蒙他的成绩会是在A跟B之间呢 就是2018年跟2013年之间呢 还是他会维持2018年的规划 我觉得大概是比2008稍微好一些 就是08跟13之间 对 当然就要看 当然还有一个我们还是很担忧的 就是公正党 会不会像沙州 像马尔甲这样挂零 一席都没有 我想这个很关键 但是如果从过去两场选举来看的话 如果公正党在这次可以突破零 零的突破 已经算是很好了 但是他调兵前价还是有问题哦 比如这个潘伟师的Mukipatu 派一个新钉 然后原本在当地耕耘的这个年轻人 又没有获得上阵的机会 同样的Bermanis也出现这种情况 有些时候 哎公正党真的 我不晓得怎样去形容他的 他的这个调兵前价的策略是什么 我觉得整个社会对他的信心还没有回来 所以如果能够有零的突破 已经算不错了 如果还是零的突破 然后我想这个公正党就要真正的 真正的是免弊十锅了 等3月12号看看成绩出来是如何 如果真的还是吃鸡蛋的话 那么我相信4月的公正党的党选 会有很好看头 安华应该会面对很大的这个压力 就不再像之前的情况那样 OK Row for 周旋 我们也聊到七七八八了 来 聊回宾城 OK 去年3月宾州火箭改选 那么你落选之后依然留在火箭 反观黄泉安娜罗信强这些人就离开了 然后加入 从沙巴西渡西马的瓦利山民信党 那么其实 民信党挖了一些的前火箭领袖国州议员 那么这对火箭 我讲的是火箭是槟城的火箭 会有影响吗 或多少一定有 那个影响层面是不是 放的比较小 就是反正这些感觉上都是 失忆分子 也不见得 我觉得是说很多 我没有真正的数据 但是我听回来的一些情况是说 比如讲之前有所谓1500人加入民信党的 那些人里面其实我听说 我没有真正的数据 我听说很多是行动党的党员 这些是属于基层支部里面的党员 可能是不属于佛上台面的人物 但是我想如果这个是真的话 那肯定的它会有一些 长远来讲它会有影响 它会慢慢导致我们的基层流逝 那么为什么这两位领袖离开行动党呢 是因为他觉得行动党 已经没有让他发挥的空间了吗 还是他们想要找政治第二村 以我对黄全安的认识 他并不是说要找第二村 但是他可能在行动党里面 已经是属于被判死刑的那种 怎么说被判死刑呢 就是说未来可能也没有机会 没有不可能再给他任何的机会 甚至本来行动党做委会 已经批准了要推荐他拿这个 颁给他这个DATO SHIP 也是在做了决定之后 反而过后又回到做委会去改变这个决定 我想呢做一个在行动党里面 做了当了十年的国会议员的人物 武功也有劳了 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子去 骂杀一个人对行动党的贡献 我想这个可能是其中一个 一个点一个情况 一个爆发点 但是我想呢 可能还有其他个私人的恩怨那些 我就不提了 但是我想呢 在比较意外的是罗兴强 对啊他拿了 他都SHIP了叻 对啊 比较意外的是罗兴强 我想党选的落败 可能是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当然呢 当然本来他也没有想要去瓦里山的 哦 他想要去哪里 继续留在行动党还是当初 我听说他要去PBM 哦 PBM PBM 就是 传说是ZURAIDA领导党 其实是孙伟宣家 中少远领导的这个党 但是他跟我讲说 这个PBM来得太迟 哦 早一点到他 他本来等着PBM出现 嗯嗯嗯嗯 但是呢 等不到 PBM 迟了一步 哦 然后他先上船了 哦上船 哦真的是上了那艘帆船 是 那么 为什么你会留在火箭呢 之前也是传得很深说 你应该也会 过当 乘船 乘这一艘帆船 那么 现在你的这个政治的倾向是什么 我只会上船 不会上船 这个是开玩笑的话 当然我个人的原则 我是不希望 不管 不管你是不是议员 你是不是在任的议员 我觉得 你跳 换另外一个政党 其实就是跳槽 嗯 你再怎样 自言其说都好 他还是一个 还是属于政治情话 但是你现在都没有这个官职嘛 你只是普通的这个党员 对啊 那么 但是 加入一个政党 根本是 很难脱胜的啦 即使对 即使错都好 可能是一辈子的事情 哎 你讲到这个我就想到 呃 去年的时候啊 去年还记得吗 就是 呃 我们刚好又一起出席 呃 在那时候我是有点开心的时候 我是某钉钉 就是真的是躺墙 然后就在那边讲说 哎 我就收到很多朋友的这个 哇塞给我 哎 你为什么去捡入行动党的这个 党 党选之类的这些东西 我没有 我只是刚好 出席廖金华的这个新书推介 因为他之前也上过 封人馆做个封人馆嘛 然后他新书推介 那么 我很尊重 我很敬重廖金华 那么我就去去去了之后 就留下来朋友嘛 大家都大家都认识的一起吃饭 然后拍照当然拍照 不然拍照就哎 买买买 知道没有 这样也是不礼貌嘛 对不对 然后之后就被 扑上去 所以 这种这种这种感觉 其实也不太好受了 所以回到来 我有点车缘了 突然间想想想想发表 想想讲出来 憋在内心很久的那种感觉 我们是被摆上台的 对被摆上台的 那么其实回到来 这一个你觉得说 你留在行动党 因为如果你跳去其他党的话 是有那种跳槽的感觉 跟跳槽的感受 那么你觉得说 明信党跟PVM 这两个新党在槟城会有作为吗 他们是积极造兵买嘛 明信党呢 就吸纳前行动党的这些 有人用失忆分子来形容 那么PVM 就是全民党 就吸纳前公正党的一些议员 比如说 也是我们的朋友 也是龚大的前 P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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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来收留那些华裔 或者是英裔的党员 因为他们没有地方好去 但是我一算呢 当然我是觉得说 老一辈的人 可能还是会停留在 95年的一个印象 对PVM的印象 因为PVM当年 1995年 许业已经把这个团结党拉进来 拉进来 并成竞选的话 那时 其实大家都对他没有什么好感 所以PVM就输到晚 一集都没有赢 所以老一辈可能40岁以上 50岁 甚至60岁的人都有这个印象 但是当然年轻一辈呢 可能没有这个历史包袱 所以他们可能会有一些 excitement 政治上他们觉得 是一个很新鲜的东西 可能有一些人 或多少可能厌恶了 对行动党 因为你是政府 你是当权的州政府 你肯定 你所做的东西 不可能会让所有人满意的 一个政府 每天人家很喜欢骂政府的 所以呢 可能有一些东西 让兵州人民失望的话 他们就会觉得 如果不要支持行动党的话 我还有什么替代的选择 当然呢 瓦里山呢 可以走多远呢 还是要看哪一届大选 他在槟城的这个 整个战略 整个策略 但是呢 槟城的人呢 基本上对瓦里山 还是相当模糊的 印象相当模糊的 除了知道他是Safi的一个政党之外 那这个政党到底在做什么 他的斗争路线是什么 他的纲领是什么 其实很多人一问三不止 所以呢 这方面还是需要很多的努力才可以 我觉得说 除非他摆出 他可以摆出一个好的阵容 强大的阵容 有这个杀伤力的阵容 不然的话 我相信呢 只靠一些行动党的领袖 或者过去的党员呢 加入的话 我觉得他未必有很大的冲击 同样的情况也应该会发生在 PBM吧 群民党 PBM可能会更糟啦 OK 刚才有提到说 去年3月 兵州火箭的这个改选 那么改选之后 现在 2月尾明天 就是3月 改选也完 也满一年的 那么现在兵州的火箭 是否还如传闻中的出现 林家军跟赵家兵呢 就是 林冠英的这个地系 跟曹冠友的这个地系 到底这种情况还存在吗 还有就是兵州的秘书 林慧英跟曹冠友的关系是如何呢 林慧英是周秘书 曹冠友是周主席 周秘书很大程度上也是要配合周主席吧 但是我想呢 当然 有一些时候可能呢 林慧英作为周秘书 他传达的东西可能不 未必是他自己的主张 可能他多多少少也是来自 林慧英的意思吧 但是回到曹冠友 回到曹冠友愿不愿意去面对 尤其包括比如讲在一些人事上的安排 因为周政府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机构 一些GLC 这些都有可能都有一些利益上的一些矛盾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难免会发生的 但是当然这些都是没有公开出来的情况 我想呢 我想矛盾肯定有啦 可能也是会深会赢啦 但是最重要是说 呃 在这个 我想呢 呃 曹冠友 曹冠友 曹冠友还是一个很厉害 呃 在如果做 讲做二号人物的话 他还是相当厉害的 所以在这方面呢 那他当然还是回到他怎样去拿捏的问题啦 哦 当然呢 如果两个可以配合的话 其实可以 有很大程度上的互补 哦 因为林冠友曾经跟我讲过的 呃 他做决定很快 但是呢 曹冠友呢 可能是慢一拍慢一拍 所以两个人呢 如果能够配合的话 其实是 可以互补 甚至呢 可以把那个 那些 呃 犯错的机率降到最低 哦 当然 呃 但是 作为一个 呃 作为一个首长的时候呢 呃 当然 呃 你又是一个州主席的话 呃 肯定的 如果 你 你你你你你即使你是首长 但是你因为你 你本身 呃 还是要服务你党中央的 一些指示 甚至可能不是党中央的意思 可能只是 秘书长个人的意思 但是你能讲说 我不接受吗 我不面 我不愿意配合吗 哦 或多或少会有的 哦 但是如果看回去去年3月的 做选的成绩 曹关友是最高票当选 所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 呃 所以大家就支持首长 不要让他呃 呃 排位排在第三地是这么难看 就给他最高票当选 啊 曹关友是一个没有 他不 不完政治 第一点 即使在党选都好 他也没有去拉票 他没有公开为谁拉票 也没有这样 甚至连要求党员投票 他也没有 他很少去开口的 嗯 他甚至是 根本没有所谓的竞选的成分 啊 所以呢 嗯 但是他本身是一个 做了20多年的周主席 嗯 啊 从90年代委 做到今天 20多年的周主席 来靠近一点 嗯 啊 周主席呢 当然呢 肯定呢 呃 基本上他是没有争议性的 哦 大家还是会支持他 所以呢 呃 当然他也是首席部长啦 所以呢 基本上他没有争议性 大家支持他 啊 当然呢 我讲呢 整个东西还是 呃 嗯 当然回到你 你要问下一句是什么 啊 我要问下一句的话呢 就是 大家都很关注 包括我自己也很想问的 就是 林慧英 会不会在来届 大选的时候 上阵 因为 行动党 呃 就是有这个 有这个不成文的 这个 也不能够讲传统啦 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说 你担任首席部长 就不超过两届 就是下一届将会是超官有的第二届 也会是超官有的最后一届 所以如果 呃 秘书长 就是如果林慧英要安排接班人 接 兵州首长职位的话 那么来届大选 就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署 所以你觉得说 呃 林慧英会不会在来届大选的时候上阵 因为我最近看到的一些迹象 我是觉得 他是属于 啊 被部署的 嗯 属于部署计划的其中一个人选 呃 这个周一席升选了之后 让他出任行政议员 嗯 然后让他在这个时候 学习怎样做 做一个 自政党做一个政府 那过后呢 可能呢 等到超官有两届任期满之后 下来之后 可能他就是顺理成章的人选 所以这个是有一些迹象 可以显示的 啊 甚至我觉得说 他很大的程度上 可能会被安排去 啊 竞选这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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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我的选区啊 你的选区啊 对啊 就是林慧英现在的这个 呃 周一席啊 因为周宪法的限制 林慧英已经担任过两届的首席部长 是没有机会再回来做首席部长 诶 修改了吗 修改了 宾州 宾州签法已经修改了 修改了 但是他有没有追溯权 如果没有追溯权的话 就是说 他修改之前不算的话 其实他还有啊 没有 他们的这个修改是 只要做过 哦 只要做过 只要做过两届 哦 那几次修改的 啊 2018年之后 哦 就是说 修改之后 如果那么朝官也受到这个的限制 对 所以两届之后就要功成身退 对 是的 所以既然他也没有机会回来做首席部长 他我相信 下一届大选 他可能也不打州议席 就专注在全国 他有打的话也是打国会议席 嗯 所以这个是 我们目前看到的一些迹象 阿部队是超级安全区的 阿部队啊 你选民大概只有一万多一点人 对啊 对啊 龙尾都好像比他多 龙尾七万五千人 如果再加十八岁 我看不得了 龙尾七万多人吗 对啊 阿部队才万多 蛤 为什么想象这么大呢 这个是选区结构问题 哇 想象这么大 我还真的不知道 不过我知道阿部队是很小啦 但是没有想到说 他跟这个龙尾的隔壁了吗 没有 还有一段距离啦 就是 龙尾隔壁是IATAM 哦 龙尾是IATAM 哦 对 OK 好 这没有太久没有回冰城了 哈哈 那么 刚才你有提到说 灵魂可能是接班人分两步走 那么 之前我所了解到的呢 就是 沈志强 就是Steven 也被传是接班人 就是来接大选的时候 让他弃国公州 不打Buket Matajang 然后打Buket Matajang 底下 可能是张英的这个巴格拉朗的这个 走一席 然后 再陪他 同样分两步走 就是做行政议员 之后 就 会是首长的人选 那么除了他之外 另外一名有被传的呢 就是 曹关友的政治秘书 郑来星 那么还有没有其他人 还是你觉得 这两个人的可能性都不大 我觉得可能性还没有这样大 两个的可能性都没有这样大吗 还是其中一个 我觉得 就好像Steven Sim都好 沈志强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说 林冠一去到哪里 他就跟到哪里 对 他就好像是林冠一的bodyguard 这样 全国趴趴走 所以呢 我觉得说 基本上 如果要他去国公州的话 其实上一届 2018年大选 其实应该是 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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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有这样的安排 但是如果当时 没有这样的安排 就等于说 其实林冠一是要把 Steven Sim放在全国的 那个位置 所以呢 我觉得 基本上 上一届 大选只有 都在日去国公州嘛 所以当时是要在日来接任 Exco 所以才有这样的安排 但是当时呢 没有把 Steven Sim放在这个考量 是因为他们要把他放在 全国的角度去处理 嗯 那么 还有哪一些是 你觉得 是行动党的 后期之秀 就是 有这个 领导魅力 或者是有这个领袖风范 能够被栽培成为 首席部长的这个人选 有哪一些人 或者是 我这样讲的话 针对性很强 可能你也有一点难回答了 应该这样讲 OK 我重新换我的这个问题 就说你觉得说 现在兵州行动党 有哪一些领袖是 我们应该关注的 当然很简单 如果你真的讲要关注的话 当然你就要从这个 行动党的那个 提次的安排来看的话 可能就是梳理 或者副主席 梳理包括谁 包括达瑞 包括 达瑞 包括 达瑞 但是在兵州的角度呢 对 即使你行动党讲 你是多元种族都好 你千千万万 你不可以排出一个 不是华裔的首席部长 对 你如果真的排出一个 非华裔的首席部长的话 我想 甚至你整个政权都会丢失 所以呢 我想呢 如果讲 能胜任的人有 但是可能他不是 在华裔群中 医员群中去找 但是他有一些可能 非华裔的 包括 马来人 包括 印度人 包括 包括 新 这个 但是呢 在兵州的政治角度呢 千千万万 你不好 你不好排出一个 不是华裔的首席部长 他反而呢 会有一些 火烧 连环船的一个效应 那么 如果是 把目标锁在这些 呃 华裔的领袖当中呢 有哪一些你觉得 说是 呃 值得 值得期待的 值得兵州人期待的 值得兵州人关注的 呃 其实是有啦 但是我 我就觉得说 他们可能也没有 我不点名啦 但是 我觉得是 能力上 胜任的一定是有的 但是呢 可能呢 这一届 可能是来到 要下车的边缘了 这么快 差不多啦 既然 既然是 看好有能力的话 应该让他们 继续 继续 继续担任州议员 然后培养接班人 他们有他们的考量啦 OK 好 那么谈一谈 你曾经在 呃 林冠英的这个 执政时期 当他做首席部长的时候 你是他的这个政治秘书 那么你也曾经在 曹关友做首长的时候 也是属于州的这个领袖之类 那么你如何去 呃 如何去 呃 如何去这个 去感受 或者是 你如何评价这两位领袖的 呃 作风跟能力 当然当然 我知道说 这两位领袖 带人处事的方式 性格是完全不同的 嗯 那么你如何评价这两位 首长的领导方式跟风格呢 我想呢 大家无可置疑 还是会觉得说 今天甚至也有一些民众 也是相当怀念 嗯 林冠英的能力 哦 他们会觉得 欸林冠英 在任的时候 还是做得不错的 嗯 很多时候他们跟我讲 哦 就不讲他们人格啦 其实他们觉得 林冠英还是不错的 嗯 不错是指哪一方面的不错 就说有能力 是可以做决定 敢冲 敢做决定 敢推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 虽然可能有些东西是有 有争议性啦 但是 至少敢做 嗯 至少你可以看到 看到感觉得到的东西 啊 至少可以 最后可以在你眼前出现的东西 但是呢 可能呢 对现任的首长呢 大家感觉就比较无感 嗯 那个无感呢 我想呢 可能是 可有可无啊 嗯 甚至可能有时觉得 好像不存在 好像也不知道州政府做了什么 嗯 所以这个 这个是民众普遍的感觉 嗯 尤其在这个疫情当下的时候呢 那个强烈会 那个感觉会更加的强烈 他们觉得 欸州政府好像在做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州政府在做什么 嗯 嗯 所以呢 呃 这个就是 两极的反应 嗯 所以两极的反应呢 长此下去的话 当然就会影响到 我想 甚至影响到 民众的信心 对州政府的信心 对 行动党的信心 嗯 OK 呃就是 林冠英是 敢做决定 就是敢冲 而曹冠英呢 是基本上是 採取比较 稳达 就是守住江山的 这个角色 可以这样来理解吗 可以啊 可以这样讲 甚至可能他 可能要花多一些时间 比人家比较长的时间 来做决定 当然 甚至有一些更负面的便宜 是这样 哦 曹冠也是 徐子根 二号啊 2.0啊 我想 这个就由民众去评断了 那么OK 回到来你的前老板 回到来你的前老板 林冠英的这个海底隧道案 其实这个案件 对他本人 还有行动党 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啊 这个要看整个判决赛 会在什么时候 会落在什么时候 如果这个法庭的判决 是在大选前 肯定他会冲击到大选 所以呢 基本上 冲击到行动党的选情 甚至 行动党的选情 所以呢 我想呢 大家的主要考量就是 跟那就其实也没有两样 就是尽量拖拖拖拖拖拖 拖过去 拖过大选 因为不管怎样 因为perception是 政治就是perception 就是印象嘛 即使你讲这个是政治打压都好 最后 法庭判了 即使他判你表面罪名成立都好 可能到最后终审的时候 你是无罪释放 但是印象就 就产生了 你的表面罪名成立的时候 当下你的影响 负面的影响就产生了 虽然最后可能你摆脱了 但是 伤害已经造成了 所以呢 我想这个有影响 那现在的情况 感觉就是 行动党的支持者 特别是他的这个 铁杆粉丝呢 就是完全不相信 林冠英有涉及在其中 那么另外一些呢 就是原本就不支持行动党 虽然这些是属于少数 然后他们就一口咬定说 那就是这样的 其实他跟那就差不多一样的 五十步效百步 那么其实他真的会有影响吗 就是 就是针对这个事情 信者就很信直 不信者就很不信 那么其实中间这一块 其实并不会说到太多 或者是就算他有一定的这个数量 但是民众 they just don't care 他们不会特别去关注 所以 我们还是要多关注的是 沉默的大多数 大多数怎样想 那些相信的 始终相信 不相信的始终不相信 但是中间这一个 沉默的大多数 不表态 不讲话 不评论 但是他们怎样看 其实那个更关键 所以这个是 当然这个是 看整个案情最后怎样发展 因为我想这个 这个审讯还没有完成 当然我们现在讲太多也没有意思 但是我觉得说 我们还是要有一些心理准备 这个防火墙也还是要去建立起来 不然的话肯定会烧到行动党的 所以行动党现在已经开始筑起这个防火墙 从案件一进入 审讯阶段开始 是已经有 如果你还没有做的话 你要快点做咯 那么你自己的感觉 他会不会在大选之前快快的审理掉 还是你觉得 我相信他们要快 我相信当权的人要快 他们是希望越快越好 至少 至少表罪这个阶段 也要有一个定案 即使可能不是最终的判决 但是表罪的这个阶段 总要有一个 总要在大选前给他解决掉 好 OK 好 那么来谈一谈 兵州的这个整个政局的情况 就是来接大选之前 之前也有访问过黄泉安 访问过黄泉安 不过那个时候他还在行动党 还没有去 还没有加入这个明信党 那么其实他提出了一些 看法我觉得说还相当有意思的 就是说来接大选的时候 真正的战场是在危险 因为兵岛基本上是以华人居多 然后华人的这个投票景象 基本上七八十八千应该不会跑 就是行动党的这个铁票 反而危省 因为危省的面积比冰岛大 所以危省的这些 马来医学或者是混合医学也相当多 特别是威北 就是喀巴拉巴达那一边 还有南部 南部其实尼蒙德巴尔也不会说到太过多 当然冰岛的话就是 这个西南部那边 那么其实你觉得说来接大选 是不是危省会决定兵州的政权 有没有到这一种这么严重的情况 某个程度上是对的 但是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 公正党能赢多少席 因为行动党40个周一席 行动党只竞选19个 行动党赢完都好也是19个 所以这回到一个很关键的 公正党能赢多少席 所以那当然我们不希望再像马六甲 再像沙拉越这样一席都没有 所以如果so for 当然我们心里再怎样不喜欢都好 我们也希望公正党有零的突破 公正党有零的突破呢 最重要是我们要看整个大局 因为行动党赢完都好也不可能之正 当然可能很多很多时候大家的 大家普遍的看法是觉得 行动党也不可能赢完19席 可能会有一些损失 可能会输掉一些1席 如果我们讲 行动党如果输掉4席 剩下15席都好 那公正党就要赢6席了 所以呢不只是要0的突破 可能要赢多一些才可以 所以这个我想我们还是希望说 柔佛州的选民 即使大家再不喜欢公正党都好 可能也是要在整个 整个马来西亚的未来的政局上 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帮助公正党多一把 拉他一把 你再不喜欢安华都好 但是我们 你帮公正党拉票了 没关系啊 为了兵州的政局 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手下留情 帮一忙 帮个忙 因为我们也 我们再不喜欢都好 不喜欢安华都好 我们也不希望说 整个反对党阵营全部 兵败如山倒吧 这个就是我选择今天的题目 就是到底柔佛州选 跟槟城接下来的这个选举成绩 选举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唯一把那个关系点出来了 就是公正党其实在槟州也扮演相当重要的这个角色 那么回到来刚才 你还没有回答到的就是 威北的情况 是不是说他依然是巫统的堡垒 比如说现在的柯巴巴塔斯 他的州 他的国会议员就是房地部长 我觉得很难突破 西门很难突破 过去几届的经验都很难突破 在柯巴巴塔斯 在大西门战 大西门战上一届还有营州一席 但是当然那个是最好的情况 那下届大选我也不相信有这样好的情况 所以呢可能还是回到原状 还是属于共产党的 还是属于务统的天下 那么诚信党会有作为吗 很难 什么原因呢 没有强的领袖吗 其实以前 我不晓得现在这个谁 Mujiai还是兵州主席吗? 我也不知道 太久没有关注了 陈兴党在兵城有啊 有一些啊 陈兴党在兵城呢 Permatang Passes其实是属于巴士的强势 上街是反风太大胜 大胜才可以赢 而且他的州议员是Fadino的儿子 而且他的形象也相当不错 就是专业劳律师 但是他最近有一些丑闻缠身 所以可能也会影响到他 在这种胜利的选区 然后当然Permatang Passes那个 我觉得很难下一阶大选 因为没有很好的去耕耘选区 Permatang Passes的州议员 Permatang Passes的州议员是哪位? 啊 忘记他的名字了 不是阿玛纳的 阿玛纳的 阿玛纳的 阿玛纳在兵城有多少戏? 阿玛纳在兵城有多少戏? 好像两三戏吧 阿玛纳在兵城没有缺乏强 强势的领导 以前因为你要明白Permatang Passes的做法 Permatang Passes是回教党 伊斯兰党 他把所有的党员都集中在Permatang Passes 做Permatang Passes的选民 他全兵所有回教党的党员都是Permatang Passes的选民 所以他一定被赢不可 所以呢 如果没有反风 就是有技巧 有策略性的安排 对啊 没有反风的话更难 没有反风 阿玛纳我不觉得会赢 OK 那么我看最后一个部分就来谈一谈 320的行动党的党选 那么柔佛的成绩肯定会影响党选 那么他在哪一方面会影响到党选的走势呢? 当然对刘正宗个人是很大的一个赌注 如果州选赢得不漂亮 肯定的他在党选也会受影响 那第二点呢 柔佛州的继承 这段期间来的那些不满的情绪 他们会累积到党选爆发 所以呢 他们会集中 把这个这条账算在他身上 所以呢 即使你赢得了州选 但是你因为整体的这个成绩不乐观的话 肯定也会影响到你党选的那个形势 所以 所以就是柔佛州选 就是比较针对的是正东本身 那么 比如说其他柔佛的就比如说张念群呢 是不是共同 命运共同的也是绑在一起 有可能有可能多少会受到牵连 所谓的柔佛州的五人小组 当然要看谁在五人小组里面 所以这些都可能会一次过算完那条账 那当然第二点呢 是整个因为 这个是秘书长四代交替的一次 林冠一三届的秘书长任期到期 所以呢 谁是下一任的秘书长 普遍上大家是认为 公认的是陆造福 当然我也觉得说 党内应该还有其他 有雄心的人选 你认为有 我认为有啦 OK 我们就直接讲出来吧 就是尼克敏吧 尼克敏是可能 当然郭宾也有可能 所以这些是要看 郭宾会 当然郭伟呢 如果没有悬念的话 当然他是会退下来 他也没有选择 如果林冠一要做接任主席的话 他一定要选择退下 所以呢 林冠一接任全国主席的话 秘书长是谁 陆造福 当然可能刘正宗也有野心啊 但是呢 我想 不过刘正宗之前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已经说了 就是他会支持陆造福成为 下一任的秘书长 所以可以将刘正宗跟判监委 排除在这个考虑之中 那么接下来可能就是 Gobin 可敏 跟 Anthony 跟陆造福 那么看起来还是陆造福的 身世跟气势 比较比较高 不过行动党的 选举是采用复选的这种方式 对 所以这一点呢 还是要看说 你这二十五个吗 三十个了 三十个 修改党章了 二十增加到三十了 三十个 而且三十个里面九个是 女性 女性 甚至我们觉得以这样的结构来讲 判监委要接任秘书长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很多女性是她栽培出来的 那问题是她在 她自己都没有竞选雪州的 她之前是主席 自己都没有竞选雪州的这个周围 所以我觉得可能性应该是不高 那么回到来陆造福的这个接班 应该会顺利啊 如果没有意外 如果没有意外 她是比较公认大家可以接受的人选 然后又没有太多争议 除非党高层有另外属于的人选 不然的话 应该是陆造福 目前应该是没有这个迹象说 党会属于陆造福之外的人选 对不对 我还是保留有那个可能性 其实今天就 就2月28号了 距离3月20号也只有20天的时间而已 再加上要扣掉12天的这个柔佛州的竞选 所以其实也只有7天 7到8天的这个时间来进行部署 所以 我想她不是剩下7天来部署 其实很多人可能已经部署了两年 对对对 因为这个东西一再沾沿吧 对对对 确实没错 那么我记得在之前的时候 就是上一次访问 廖金华的时候 当时她就说她可能要出来 竞选 就是在那个时候 舆论的 舆论的焦点呢就是 哇有 金银派有草根派有划沙派有银沙派 那么其实过了之后 感觉上这个有关华沙 银沙 金银跟草根 反而不再是重点了 至少过去半年来 没有听到 或者是没有感受到有这一方面的讨论 那么其实党内还有没有去区分说 这个是华沙 这个是银沙 这个是金银 还是有吗 还是有的 会很强烈吗 这种的区分 针对一些人 针对一些领袖 这样的话 应该是标签 应该不是区分吧 扣帽子吧 对应该是 就像今天 在群组里面 还是看到 他们把范金卫形容成印沙 因为他去针对这个 读宗 这个 访问读宗的事情 然后 去叫潘金卫的文告 去叫这个 董事 读宗的董事要被撤换 我想这个是很 很不敏感的一个文告 你 这个是 这个也反映了 银沙根本不了解 一些华沙的敏感性 所以才会发出这样的文告 因为大家明白 教育是没有所谓的正党之分的 即使他们可能是马华的董事 可能是轻马华的 但是我想 这个东西不应该用政治正党的角度去处理 这样 你会不会被 Label 成是 华沙 同时又是基层 你的这个 草根形象是非常鲜明 包括之前 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这个 这个 Gastone 的这个事情的时候 那个也是你经典之作 不过回到来 你是不是会被标签为 我相信是这样的 我相信 他们也是把我当作划沙吧 那你会不会很抗拒这些标签呢 我被标签已经是 习以为常的事情吧 所以已经是有这个 也没有打了预防针了 所以已经是 不是的我太多的标签了 过去十年做议员的时候也很多标签 我想我们习以为常 根本不当一回事 那么你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 你觉得说这种行动党 内部的这种区分 这种标签 或者是这一种的分隔 就是华沙 银沙 基层根 草根 它是一个健康吗 还是它其实是政党的生态之一 我觉得党中无派千奇百怪吧 所以在党内有这些情况是 应该算是正常的吧 这个是符合政治的作风吧 政治竞争的作风吧 我不觉得是很奇怪的事情 反而一言堂我就觉得很奇怪了 增长不应该有一言堂 那么我知道 接下来要问你这个问题 可能是有点敏感 但我不知道说你会如何回答 就是现在也开始有很多的声音说认为那些元老级的人物 应该要退下来 包括安华 包括哈迪阿王 包括老马 那么行动党方面就是林吉祥 那么有一些就认为林冠英也应该退下来 不过我觉得说林冠英应该是不会有退下来的这个月 但是林吉祥真的很多的这个讨论 认为说林吉祥已经完成了他的这个历史使命 完成了他的这个历史任务 那么同时呢 他也在马来西亚的政坛上留下光辉的其中一个篇章 是不是应该要在这个时候 3月20号的党选退下来 然后就让年轻的中生代去世后让他们接棒 嗯 我觉得是应该顺应整个大趋势 因为政治已经是年轻化的一个趋势 甚至现在是穆大 穆大都出来了 18岁都出来投票了 政治应该越来越年轻 当然呢我觉得说 我们不能逼他们下来 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认清整个局势 如果是时候 我觉得应该 我觉得一个人应该在最高峰的时期退下来 反正呢你会有一个名流侵蚀的 好过你等到你整个政治 但是跌到最低潮的时候 你才退下来的时候 反正你 你赢得的是义士的骂名 嗯 OK好 那么我看一下啊 网友们的一些意见 刚开始当我们提到公正党的时候 就有很多朋友 包括 包括 还有一个 Jane Jones 啊 公正党算了吧 提都不想提 然后 还有 Cherry Coo 那么还有 桑西 签MOU 桑西是讲说 签MOU 没有什么大问题 今天最高元首也 赞扬朝野 签MOU 稳定局势 OK JL就讲 PKL MACANTELO 然后 幸好安华做过劳 他在国阵的时候 比劳马 还种族 跟宗教极端主义 其实我发现到说 当 当一些网民 或者是前希盟支持者 对安华失望的时候 就会把安华过去的一些黑材料 或者是过去他在 国阵期间所做过的 做过的东西搬出来 比如说 这个987年茅草行动 派不按中文的老师到华小 然后还有其他 包括推动伊斯兰化的这一程 全部都搬搬搬出来 然后 这是针对公正党的 OK 我试炼给你听 OK 行动党方面 就是KTT说 林家政党 还有人说 领主行动党 那么看来 网民们对行动党 还是有一些的这个 有一些的批评 有一些批评 有一些情意节 认为说 应该要更 更民主一点 应该 OK KTT 叫说 领主行应该是时候退下 OK 好 Lim father and son control DAB more than 50 years OK 这个也是你们政敌的一个口号 就是把领事父子领导行动党过去50年对比成为北韩的这个金氏家族 然后经常看到的就是对比巫统的领袖 就是从69年冬孤的时代 到现在 但是行动党还是 林冠英跟 林吉祥 林吉祥跟林冠英 OK 这些可以看到大家的这个反应 对行动党有些时候是又爱又恨 然后对公正党就是恨铁不成钢 嗯 我不晓得说这些是不是因为 2020年的西莱登政变之后 当西蒙又打回原形的时候呢 就出现了这些的争议 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肯定是 但是我觉得 可能西莱登这个政府垮台反而好一点 其实对西蒙来讲会好一点 不然的话如果像 如果这个22个月 22个月没有倒台 反而继续这样子的作风下去 我相信可能再来一阶大选 会输得更惨 其实我觉得倒下来 让大家重新整顿一下 大家重新反思一下 过去22个月做不对的事情 把它纠正过来 那下届大选你要赢回的话 还好一点 不会输得更惨 某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是好的 因为我想即使你在不买22个月发生的事情 但是今天他毕竟不是执政党 他即使他当时犯错的好 他22个月后今天他是在也 他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当然很多人会把20个月的东西放到很大 一直在数落 西盟的不是 但是如果西盟那22个月没有垮台的话 今天还是政府的话 那继续同样的 在一些政策 比如讲对拉曼的拨款处理不好的话 对这个同考还是一样一直不受承认的话 我想他来这大选会更难 会更难赢得 可能会输得更多 对刚才你提到拉曼大学 拉曼大学学院的这个拨款 那么其实在那一个时候 党内的这个情绪是怎样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跟当时的财长 你冠军表达华社的这个意见 那么为什么连续两年还这么坚持说 不拨款给拉曼 当然我们知道说拉曼的这个成立的背景 他有当时的这个时代背景 是因为独立大学的这个事情 那么过去拉曼持平而论 他也办得还不错 办得有声有色 然后马华也没有很明显的 把那只手伸进去插手效物 插手这个血术的这个运作 那么当时 当时其实行动党内部的这个 不要讲讨论 我相信那时应该是有辩论 到底当时的氛围是怎样 为什么林冠英会这么坚持呢 是不是因为他收错一些讯息 我想可能是英莎的一些领袖 对他的影响吧 就好像今天潘检伟发的那个文告 针对独钟董事要被撤换的那个文告 我想是同一个同一个情况 就是说林冠英做错 你的误导导导致林冠英做错一些判断 这个是根本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当然呢 你可以说他是党校 你可以说他是马华控制的好 但是在普遍的华社来讲的话 华人还是饮水食言的 华人还是注重这个华文教育的 华人还是在那个固打字的年代 拉曼的确让很多华校生有机会升学 有机会取得文凭 投入这个就业市场 所以华人对拉曼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可能呢 这个英杀呢 他们的他们的误判 进而影响林冠英导导致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结果 虽然呢 最后有 最后有尝试要纠正 但是我想 那个是单有BI国席之后 那已经太迟了 有点太迟 而且已经是第二年过后才来尝试纠正 所以我们我觉得是没有很好的去处理了 这个事情 党内肯定也有不同意的声音 就是那个东西 坦白讲 原本很多支持行动党的看到 行动党在处理这个课题上 他所引起的争议 已经盖过了拨款给独钟 虽然我感觉到说在那个时候 行动党一直他主要的文献就是 哇 我们有制度拨款给独钟啊 但是问题是拉曼的拨款没有处理好 删掉之后 那么其实是把左口袋先放进右口袋 整个论述 包括在那一个时候负责文宣的 没有很好的去解释 那么我相信在那个时候 不管你怎样去解释 华世普遍上还是不接受 因为拉曼陈列诊40多年 办了40多年 确实是造福了很多没有经济能力 缺乏经济能力的这些怀疑子弟 让他们有机会完成高校 完成大专的这个学府 那么之后我也有访问过 潘建伟也是在逢人观 那时候我也是有问他同样的问题 那么我问他 如果西蒙在指针 那么你还会不会做出同样的建议 他还是认为说 还是会做出同样的建议 然后就搬出说 拉曼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储备金啊 有意义多的这个储备金啊 那么拉曼是一间实力大学 那么如果你资助拉曼的话 你是不是也要资助其他的这个实力大学 那么其实拉曼跟其他实力大学 实力大传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 不同的时代背景 而且他服务的这个对象也不同 还是还是感觉到说 行动党的一些领袖 在这个华社方面 没有完全跟上华社的脉搏 跟华社的脉搏一起跳动 是的 OK 这个 这个是令人令支持者感到失望的一个地方 OK 那么再看一看啊 OK 潘先生就不要来乱了 这里有一些不认同潘先生的一些看法 OK 这个 Yong Hao Wong 想说 Bamibin Harus Undo Sertemrata Gandhi Bamibin Muda OK OK 这个是邱亮讲说 行动党这几年党主席都没有失权 都是以周秘书为首 320党选过后还是一样吗 你要回应吗 其实你要明白 这个是左翼政党制度的设计 左翼政党制度的设计 不是以党主席为首 左翼政党的领头人物是总书记 或者是总秘书长 在行动党是属于秘书长 所以秘书长是一号人物 包括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也是一样 秘书长是一号人物 李显龙是一号人物 所以这个全国主席 这个在人民行动党主席 他反而只是一个内阁部长 他不是总理 所以同样的我们在行动党的制度里面 全国主席是主持会议 在终委会议 他是负责主持会议的 但是党务的一号人物是秘书长 所以很多人不明白 这是制度上左翼政党的共同点来的 OK好 那么节目来到尾声 哇 这一集的节目很长 不懂是不是跟尾声特别好谈 还是因为最后一集的原因 不舍得 有点不舍得就是 感谢你成为我最后一名的访单 在丰人馆 那么之后 我相信还有其他的这个平台 我们还是可以在这种环境之下 一起来议政 一起来回忆当年 毕竟98年99年是烈火墨戏 风风火火的年代 那时候还记得你主持老板张永兴的 这个大专身 那个年代 OK好 那么谢谢线上的这一个朋友 还有整400位的这个朋友在线上 OK来这里 我平时都比较少念留言 那么这次我看我要念念留言 OK一些是对封人馆的一些期许 然后我看到一个是 OK Botai Chow OK Botai Chow说 凤人馆第一次参与是你第一次参与为何是最后一集 希望可以继续观看 可以 你是第一期第一次来看的话 那么你可以看回去过去有70集 因为今天是第71集 那么 我们会再回来 但是会以不同的方式回来 那么OK 那看一看啊 宽 这里破体系讲说宽众懂事 总是老人家的这个希望 OK OK Benjamin Benjamin讲说 What last episode Yes last episode OK 你去爬帖子吧 那么帖子有提到说 为什么我们吃最后一集 简单来说就是因为这个 出资方认为说这个节目 没有达到他的预期的这个效果 就是从商业角度来考量 所以就做出了这个决定 所以这个是简单的恢复 Benjamin OK 希望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那么OK Wincent Lim讲说 林冠英根本不是当自己是华人 还有火箭的拉曼毕业生 根本不会饮水 实验 OK 这是针对冠英的个别的这个评价 那么这就不回应了 OK 这个有哦 BKC讲说 黄伟毅先生到底行动党 知不知道华人已经开始排斥行动党的 你知不知道 这个是BKC问你的 黄伟毅先生 你到底知不知道行动党 已经被 已经开始受到华人的排挤 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可以讲开始有这样的迹象 但是呢 今天摆在眼前的问题是 有没有另外一个更好的替代选择 今天呢 当然有一些人还在没有更好的选择情况之下 还是会含泪投给行动党 其实一直讲含泪投行动党 我听多了 我也是有点反感的哦 一般的民众 当然不是讲全部啦 也是有一些人觉得说 为什么每一次你都要我含泪投西蒙 含泪投公正党 含泪投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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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箭之类 我累很多年了 我累干了 那么为什么你们不能够整齐一点点 不是你们就是其他的反对党 我们也不想啊 其实我们也不想啊 我想呢这个 真的其实 其实整个党要重新 重新探讨一下 因为我觉得是 包括这一次的 如佛州整个选举 我们还看不到 到底双方在打什么 打什么论述 全部都是很小小到不能再小的课题 大课题在哪里 你讲要自政 你要讲要重新自政 你要怎样做不知道 没有人到今天没有人告诉你 他要怎样做一个更好的政府 他要怎样重新回来自政 重新回来自政他要怎样做 不知道 我想双方都讲不出来 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看到很失望的东西 所以呢这个是 我想 大家都应该要重新去面对 甚至整个华社应该要共同反思的问题 我们是不是有更好的选择 当然我希望有更好的 可以是行动党 但是这个行动党也必须是 脱胎换骨 重新 重新 这个浴火 浴火 浴火 浴火重生 浴火重生的 我想应该要不一样的行动党 带给大家的 有希望的行动党 而不是 还是要人家喊泪投给他 对啊 KT Day 叫喊泪投票 真的不要再给我看到喊泪投票 反感啊 我也不想喊泪投票啊 OK 好 OK 还有 修赖 并讲说 最后一集的原因 OK 刚才已经讲了 就是简单来说 出资方觉得说收支的这个考量 OK 好的 那么我再看一下 OK 这个是 不要跑掉 不要跑掉 OK 那几多 OK Gapsing 丢 丢Gap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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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同学 是 丢Gapsing 说 OK Y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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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啊 OK 中文又跑掉 OK 那几败选后整个包装是很不错 你怎么看 什么包装呢 它的问题 Bossku的包装 哦 那几败选后整个包装 OK 它是指Bossku的这个包装吧 你的 你的解读是什么 它又是浴火重生对不对 不是 我觉得是 来靠近一点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大家不太善 不太善会玩这个社交媒体 其实很多时候呢社交媒体呢 你看行动党的社交媒体不够活泼 其实在2008年跟2013年的时候是超级活泼的 是洗白活泼的 只是2018年之后 全部都进布城当官了 然后感觉上放弃这个战场了 这个战场就被Bossku拿下来了 对啊 今天还有很多 还有一个战场 很多人也没有去 还没有真正去开拓的 就是TikTok的市场 除了Muda 除了Sai Sadiq 对啊 所以呢我想不够活泼 你看 你看Najib的 很多时候 一两句话 反而有很多回应 但是呢你看 林季祥的 一长篇大论 但是 反应的人很少 我想 社交媒体的年代 不用太长的论述 不用太死板的东西 但是要懂得活泼 要懂得在适当的时候 有一些 比较创意的 创意的打法 创意的写法 纳吉他会自嘲 那么 林冠英跟林季祥 放不下那个 我不晓得是不是放不下 还是不习惯 不要讲放不下了 放不下可能 会有点冒犯 可能他们不习惯 以这种自嘲的方式 把身段放得很低 纳吉必须要佩服他 喜欢不喜欢 他在2018年 真的是脱胎换骨 他也很信任他的团队 让他的团队来帮他包装 然后他的配偶度也很高 他配偶度很高 还有一个原因 可能是 纳吉肯花钱 行动党不肯花钱 行动党过去都是热心人士 今天你回到一个问题 我们的红卫兵 不是红卫兵 我们的红豆兵在哪里 我想很多都不见了 这个是现实的问题 所以你没有 尤其你在资政之后 你要人家继续帮你免费打 打这个宣传战是很困难的事情 有些钱还是要花的 对 ok 心路讲说 拉曼比同稿还要严重 这么感觉上我们好像谈了华教课题 其实这一集不是谈华教课题的 只是刚刚好举出一些例子 如果谈华教课题 可能要开另外一个帖子 要另外请熟悉华教课题的人物上来做客了 好 ok BKC讲说 人民要的是民粹的政治 不是说你们 不是你们所说的宏图大祭 人民今天都过不了 你们还老是说那些十年后的政策 人民怎么会不痛恨你们呢? 你们老是说那些十年后的政策 这个就让我想到说 过去西蒙被批评的就是一直画大饼 而且那个饼画的又大又香 那么执政的时候发现到很多政治的现实 以及政治的局限 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完成或者兑现 当然持平而论有一些是主观的气候 政治气候还没有成熟 或者是那个条件还没有成熟 所以没有办法完成 那么有一些真的是吹到太大了 那么经过了西莱登之后 相信大家都理解到政治的天花板 就是有一些东西是没有办法突破 就是没有办法突破 至少短期五年十年内没有办法突破 它可能是一个长征 可能需要一代到两代人的这个时间 那么在过去 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政治现实 或者是认为说应该是可以brick through 应该是可以突破的 但是掌权之后发现到 它的难度比想象中的还要高 会吗 这个可能是眼高手低的情况 那当然也回到说 可能他们当时也没有真正意识到 他们肯定会执政 我想如果他们意识到他们肯定会执政 可能他们就不会 不会把这个秉化得太大 至少画得实际一点 所以呢 那甚至我们在当时 这个大选前 这个大选前 2018年大选前 我们在谈论这个 这个竞选宣言的时候 其实我们当时 也有提出很多问题 包括这个同考的东西 包括这个BTBTN 其实当时负责草泥整个竞选宣言的人 也没有办法给我们一个很实际的 到底要怎样去落实 整个 mechanism怎样落实 其实制定的人也回答不到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等到你真正執政的时候 你可能呢 你才来看回去的时候 可能有点慢了 因为你没有从一开始就想 你没有从一开始就想这个可行性 没有做好这个可行性研究 你只是要 可能明确一点 就是要争取选票咯 但是呢 结果呢 给了很多的 给了很多那些承诺 但最后很多承诺是反而实行不了的 对 同意 同意 OK 好 我看最后 尽量最后一集不要 不要密教大家的这个留言 OK KDD讲说 政党选代表 政党选代表 让人民选领袖 有其他方法 不要这样吗 往往这些人物 不是 人民老百姓要选的 不要让人民这么矛盾可以吗 那这个是我们的政治制度啊 我们就是议会民主 就是通过选举的方式来选 选这些领袖 OK 好的 OK 这TTK也说 纳吉不要做首相了啦 直接改行专心做网红吧 这会比较适合 OK 还有 OK Lim信号 哎 这个刚才有念了 林伯伯是前变 伊利根本没有重点 在讲他的这个文告 OK 好的 谢谢你 谢谢 那么在这里呢 也谢谢各位 特别是从2020年10月第一次 我们第一集开始支持风人馆的网友们 朋友们 谢谢你们过去一年半来的支持 我们风人馆是从沙巴周旋开始 然后在柔佛周旋结束 经历了四场的周旋 就是沙巴周旋 马六甲周旋 然后 沙拉叶周旋 还有柔佛周旋 那么我记得马六甲周旋的时候呢 我连续两个星期都下去马六甲 在马六甲做现场直播 那么其中一期呢 是到目前为止我自己觉得还相当满意的呢 就是在马六甲的那一场用马来文 然后请到三位嘉宾现场直播 是行动党 陈信党 还有公正党的马六甲周主席 就是三个主席一起同台 然后来讨论马六甲的选情 那么之后呢 再过一个星期就是去到 就是华人占最多的其中一个周旋 原本呢是要邀请行动党 公正党 行动党马华跟民政党 就是国盟 那么 民政党跟马华有来 然后行动党的就缺席 那么一直联络联络 都不成功 可惜不然的话 那一场应该是很有看头 就是三位华裔候选人 都上来做课 不过有些时候是会留下一些遗憾的 那么过去七十集 包括今年七十一集 感谢各位 感谢曾经上过节目的朋友 那么你们的分享 丰富了封人馆的内容 也让听众有很多的收获 认识了一些新朋友 同时呢也对一些课题有更深入的看法 那么在这里也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 就是精彩大马 在每一集都有两篇或者更多的文字报导 那么还有这个协助转播的有访问 那么还有新生活报的爱生活脸书专业 所以要感谢的人很多 虽然也只有一年半的这个节目 那么在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 放心我会再回来 以另外一种形式回来 OK好 今天2月28号 2月的最后一天 也是封人馆节目的最后一期 谢谢大家 我们后会有期 再见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